很后悔在第十次来大理 才发现了这个隐藏古镇 凤阳里 整个古镇几乎没有人 作为千年长马古道上的驿站 没有商业化 只有黄土房和四夷生长的绿衣 在这里的人们都会做一些很慢的事情 慢慢扎染一块布 喝一壶茶 等天亮 等雨停 等云卷云去 在大理待的十四天里 我花了很多时间看山看云 而海边骑行 即使阳光热烈 有泪超白瓶身体乳可以帮我治愈 配合沐浴露一起 重回初夏的样子 无论海南大理 在超强紫外线的目的地旅行 也可以放肆的开心 被晒过的胳膊肩颈 都可以一样白皙 更自在地让肌肤呼吸阳光和空气 原来关于对世界美好的拥有 可以不打折扣 它是不 你的意思是